请放心 我会考虑你们的合约的 保持联系好吗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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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薇的事情怎么样吧 正好要告诉你 只要材料一半齐 我会通过移民事务专家 来处理你女儿的移民申请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放心吧 辛苦你了 谢谢 再见 小薇啊 你来这里时间不短了 对西班牙呢 也有了基本的认识 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什么意见 今后你愿意 在巴塞罗那生活下去吗 愿意啊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我找律师咨询过了 如果你想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我可以以父亲的身份 帮你办理你手续的哦 真的啊 你们身份办好了之后呢 无论是上学还是就业都会方便很多的 那手续怎么办啊 律师说像你这种情况需要国内出去两份公证书 一份是证明你和汪秋平的母女身份 还有一份就是你母亲汪秋平的死亡证明 有了这两份公证书呢 我们的律师就可以操作 你正好要送李然回国 同时就把两份公证书呢 办回来 一举两得嘛 那什么时候呢 你还想看一场周末的八赛主场球 如果你学校请假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就想建文定下周一的机票吧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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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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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里的秘密让我极度震惊 是不是我认错了 照片上的人只不过碰巧跟陈寒长得很像 但他旁边的那个人分明就是他的弟弟啊 难道世界上会有那么巧的事情吗 我反反反复复复地研究了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 我反反复复地研究了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 最后我确信无疑 这就是陈寒 他还活着 这个结论让我直冒冷汗 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死亡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难道那个车祸现场那个墓碑下掩埋的尸体全是假的吗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冥思哭响 整整一夜都没有喝烟 早上好 让你们久等了 早上好 早上好 谢谢 你这很难看 有什么不舒服吗 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回上海了 你别在关键的时候生病了 丁伯伯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你说 我暂时不想回去了 想在巴塞罗那再住一段时间 为什么 丁伯伯 不是我没问题 你尽管说 我们能帮的就一定帮你 我还有一些个人的事情没有处理完 到底有什么事 你快说呀 林伯伯 我说出来 请您不要怪我 我想在我签证到期之前留在巴塞罗那 继续多看几场足球比赛 李然 你这个玩笑可开大了 机票买好了 行李也都打好了 我学校的假都请好了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昨天晚上不是看过足球了吗 你怎么还要看 什么时候变成球迷的 你懂足球吗 你这个借口 你这个借口不是在耍弄我们大家吗 我没想耍弄大家 我真的是想看机场足球比赛 就算你想看足球 也不想想 你是来照顾爸爸的 你现在行动不变 我们还要照顾你呢 对不起 这不是说一句对不起就行的 你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 我们马上要请两个保姆 一个照顾爸爸 一个照顾你 就为了看足球 我不想麻烦你们的 那好 我们明天还是出发吧 明天我不走 我会搬出去的 搬出去 你什么意思啊你 小黑姐 不要讲话那么大声好不好 你这还是病人的 对对对 有什么想法 吃完再说嘛 再说了 我是家里唯一的球迷 如果你想看球 得跟我上来才对啊 李永文对我留下看球的决定 表现出了强烈的支持 面对单纯的他 我感到很内疚 可是我心里的秘密 又不能说出去 我在心底对自己说 等我找到了陈寒 等到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我一定好好赔罪 等一下 怎么样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好地方 你知道吗 这里的房东人真的不错 富有同情心 富一租人 而且长得还挺帅的 如果你跟他谈得好的话 说不定这里的房租是可以美的 真的吗 对 拜托这里是巴塞罗娜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 不过前提是你要跟他谈得好 如果谈得不好的话 那就惨了 他在玩十里砍 砍到你轻炸弹场得止了 这么古怪的人 我看算了吧 你还没跟他谈呢 你怎么知道啊 可以介绍一下啊 这是一间Loft 厌代潮流的住宅 一个大桶间 什么都在里面啊 利用摆封不同的家具 来分隔空间 又不阻挡 视觉上面的宽广 最适合你这种 做轮椅的人士 这里好像看起来有人住啊 是有人住的啊 不过他们暂时搬出去了 这里所有的生活用品呢 你都可以用的 非常齐存的 你怎么好像看起来是这里的房东啊 没错 大家就是这里的房东 哈 本来我跟Maria是住在这的 不过暂时这里空着 那Maria呢 她搬回去跟父母住了 我们的约定就是回去家 住一阵子陪陪父母嘛 这里所有的用品 你都可以随便用的 都是免费的 你说 想自己搬出来找地方住 我就这么想 这里是最合适的 简直是Profecto 洗手间在哪啊 是在那边 我带你过去吧 不用 我自己可以的 没关系 你不喜欢吗 好 谢谢 嗯 我可以的 OK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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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否则我想象不出 他一个人怎么对付日常起居啊 是你那酷爸爸把他赶出来的吧 不不不 不要胡说 我爸爸他现在改变了很多了 他是极力想挽留他的 可是李安的自尊心非常强 他觉得接受别人的慷慨 和善意让他非常不舒服 听上去是个可怜的女孩 为了找未婚夫来到这儿 没想到未婚夫死了 他自己也贪了 对了他还是个超级球迷的 他突然又改变主意 想留下来的原因 其实是想看球赛 真的吗 也许真的 不过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会是什么原因啊 不会是爱上你这个帅哥了吧 也许吧 如果他真的爱上了我 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就杀了他 哇你杀了他 是的是的 我要杀了他 对了他需要球票 球票 是的 能把你的球票给他吗 好呀 但你得先给我一个吻 怎么样的吻啊 就是一个吻 一个吻嘛 他才给你等了很久的吻啊 是的 就算了吗 是这个吻啊 这个吻能量引用的 真似的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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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人没了 自己都瘫痪了 还有面子回国吗 但是想留在这儿 除了找一个有西班牙身份的男人 跟她结婚 还有什么出路啊 你们在谈什么呢 我在跟爸爸谈公司的事 顺便谈到丽然了 很有意思 你还需要别的吗 不 谢谢 我的意思是 爸应该去说服李然 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回国吧 李然走不走是她的自由啊 我们没法强迫她的嘛 你明天一个人走吧 我一个人 你自己的公证书不是还是要办的吗 公证书我可以让国内的朋友替我办理的 如果李然不走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回国了 百年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宝贝女儿有点不正常啊 怎么不正常了 她跟李然不是好朋友吗 自从李然病了以后 小微突然变了 怎么变了 变得非常不尽人情 好像非要把李然给赶出去 我想也许她是为我们老两口考虑吧 怕李然住在这儿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 她工作的怎么样 我问了公司的几个人 都说还不错 谦虚好学 还非常聪明 公司里重要的经营业务 你还是不能轻易交给太年轻的人 她和永文现在都还没有接触到公司经营方面的事 至于他们两个以后到底能不能接手 要看他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能力 公证书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听到你跟小微在说 小微啊 来巴塞罗那的日子也不短了 拿的呢还是学生签证 昨天我正好与律师谈事情 就顺便向她请教了如何办理移民的问题 本来不是说好星期一小微要送李然回国的吗 我想就让她顺便把公证书给办了 是这样 其实这件事情呢早晚都是要办的 也不是什么大事 怪我忘了先跟你说一声 没事 该办的就得办 谢谢 早点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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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 特雷萨阿姨悄悄写了一封信 向立城的乔屋办公室 查证汪小微的真实来历 然后又让林永文翻译成了中文 后来我曾问过她 为什么会有那么神奇的判断 她说这就是一种直觉 女人的直觉 当特雷萨阿姨把信件投入油桶时 汪小卫和于子明精心构建的骗局 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而那时始作俑者于子明 还处在浑然不知的状态 正热情高涨地为汪小卫的公正材料 同时也为她自己的梦想在奔赴 你个大忙人王科长啊 什么王科长 少跟我来这套 你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 你可是出了名的铁蜂鸡 你这话说得有点过劳啊 实际上就脸子出手 约你出来不容易啊 来兄弟我先敬你呗 无功不受禄 有什么事先说清楚了 咱再换酒行不行 老同学就是老同学 知根知底 行我直跟你说了 我是有个小妈想让你帮我一下 真的有事 你看我这还没说 你这脸都垮下来了 小事啊 来来来喝了喝了再说 行 随意啊 什么事你说吧 你现在这就公正处的王科长了 我这么一点小事 对你来说算什么呀 来看看 我一个朋友 叫王小薇 女孩 从小呢 跟他妈一起生活挺困难的 家里 然后后来母亲又死了 现在他自己吧 在西班牙 想办个移民 然后就托我帮他 弄一份这个母女关系的公证 然后和他母亲的死亡公证 就这么一个小事 你就这么破坏 大可不必嘛 我就知道我找对人了 你看 就让这个办是吧 你看看我自己起草的 我不知道行不行 委托书有吗 都在啊 都在 在后面 行 今天我把这东西带回去 明天 你就可以来去公证书 是吧 谢谢啊 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来的时候 带着他的户口本 那上面有他母亲死亡的 户籍出销记录 哎呦 这这个 他就是户口本丢了 要不然我还麻烦你干什么呀 丢了 丢了也不怕 你拿着这个委托书 到户籍所在地的当地派出所 办一张户籍证明 你让我用 别了 王科长 你这帮个忙不就事就过去了 哎 哎 余子鸣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公证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 不可以随便来的 万一母女关系是假冒的 我们不就实质账吗 那怎么可能呢 那母女关系谁那么无聊 还弄个假冒子 但是我们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 也不费你什么事 你把东西拿来 我们就对照一下 留个复印件 一般人家需要五天 你 我保证 当天就能拿到 这可以了吧 兄弟 你 通一下 通一下 这个事绝对不能通 真的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要我帮忙吗 不用 除非你嫌我做得不好 待着就行了 好吗 你听音乐的时候 总是这么大声音吗 不 平时我不会 我是想让你也能够听得到 洗去你脸上的忧伤 我看起来很忧伤吗 不 今天你已经好多了 看来音乐很有作用 那你呢 一直这么快乐吗 是啊 为什么不 好了 该吃晚饭了 对不起 永文 一会儿会来接你去看球赛 今天晚上 若坎普球场 准会很热闹 你会遇到我们很多朋友 我肯定 你会很开心的 谢谢你把球票 让给了我 不用谢 你不吃吗 我不吃 我今天晚上要回家去 陪我爸爸看转播 他也是个球迷 Maria 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唱一种 快乐的心情 歌词说的是什么呢 歌词 我听歌从来不注意歌词 好吧 这有点可笑 可是我发现 我周围的朋友都这样 不过我知道 中国人是很在意歌词的 我以前 也跟永文去唱过卡拉OK 他的那些朋友 特别是华人朋友 都很爱唱卡拉OK 并且记得所有的歌词 好多 中国歌的歌词听起来 非常的悲伤 非常的沉重 真的 那你们西班牙人 不去唱卡拉OK吗 我们没有卡拉OK 我是说 不像在中国那么普及 我们就是听音乐 得到快乐 你们特别喜欢歌词 这很有意思 真的 哦 永文来了 你快点吃 他看就不喜欢吃到的 好的 小心 小心头啊 玩得开心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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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堪普球场有十万观众 整场比赛我都在找他 我发现我原来的想法过于简单 在这人的海盈里 就算陈寒在 可要找到他 真是如同大海落着 将近两个小时的比赛结束了 我一无所谓 陈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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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ling 陈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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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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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club 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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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 快 李安站起來了 太神奇了 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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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奇了 李安 我的天啊 不就是同一個人嗎 不就是同一個人嗎 我明白了 你是发现他还活着 所以你才不会回国的 我留下来就是因为这张照片 这件事情有太多的疑问 只有找到他才可能水落石出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太像正常小说里面的情节 这事情已经超越你我能够控制的范围 我们报警吧 不行 绝对不可以报警他 为什么不可以报警呢 我觉得陈寒这个人如果还活着的话 他的住进一定很危险 甚至这个人本身就是危险的 你怎么知道他为了保存自己 会不会做出一些不择手段的事情 甚至是杀人 不会 不会 陈寒不会杀人的 他绝对不会杀人的 为什么不会呢 你没有见过他 你不了解他 他不是那样的人 其实陈寒 他是一个很老实 很善良的人 真的 他是那种自己受了委屈 都不会去伤害别人的傻瓜 也许我这么说你不会相信 但我一定能让你相信的 你给我时间让我找到他 我把他带到你面前 你就会相信我今天所有说过的话 他一定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 不然的话 他不会用这种方法躲起来的 就算是这样 哪里打算怎么办 找到他 我不可能扔下他不管他 我跟你说过 他曾经奋不顾身地救过我 也心甘情愿为我搭上性命 现在 现在是需要我去救他的时候了 不管他在哪里 不管他遇到多大的麻烦 我都要去帮他救他 你知道吗 答应我 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好吧 我要你发誓 我发誓 下一个巴萨主场是什么时候 两星期后的周末 一定帮我买到票 没问题 你的腿真的好了吗 要不再来试试看 我来试试看 David是学网络的 他想在这边发展事业 爸 你见到他肯定会非常喜欢的 我说最近一段时间 你老是不在家 原来是约会去了 不过你也到了该考虑 终身大事的时候 他也是从中国来的 是的 但是他是在斯坦福大学念的书 你只读到博士学位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他和我是语言学校的同学 是你的男朋友吗 也算不上是谈恋爱 只是互相有好感罢了 人好比学历啊 外面都重要 听说李然的未婚夫 也是一个留美的博士 但路没走 把自己的性命都丢了 在缺点上 你自己头脑要清醒 好的吧 我会记住你的提醒 大家早上好 建文啊 上班时把这些档案带给建文 建文今天上午要去到税务局的 当然最好你能跟他一起去熟悉一下情况 爸 今天上午我想请个假 刚到公司不久要养成自律的习惯 能不请假就不请假 我知道的老爸 不过今天的情况比较特殊 待会我要跟李然去趟医院 他好些了吗 他已经能走路了 就在昨天晚上 他太好了 你爸爸呀 一直都在牵挂他 他自己的病反而到一点都不着急 我是看这孩子太可怜 心太重 情太深 又年纪 希望他早点走出来 现在他病好了 说明从英里走出来了 那这一页就算翻过去 不过呢 最后的结果还是医生诊断才能确认的 所以今天上午要去他医院了 好 那这个假还是应该请的 那你就开我的车去吧 没车不方便 顺便把小薇送到公司 李然病好了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国啊 应该不会太久吧 真的很神奇啊 看完一场球之后 病就好了 我也觉得很神奇啊 永文 真的没有发生其他的事吗 真的没有啊 看你也不由衷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没说实话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当然替他高兴了 只是 觉得有一点好奇 本来说好要回国治病的 突然间 想留下来看场足球 看完足球吧 病就好了 你不觉得有点反常吗 李然 住你那儿 玛丽然没有什么意见吗 他们相处得很好 我觉得 倒是你有意见 你这些问题 不应该问我 永文 我没什么恶意的 我们那么遥远 张开双臂 想要越过大海 有没有一种爱 放得下一生的等待 我们那么靠近 伸出双手 却只抓住空白 有没有一种爱 还能放得下 是谁说好一直相爱 结果却分开 是谁以为早就懂得 其实不明白 红色裙脚的摇摆 回忆当做尘埃 是柳花不再盛开 错过你错过爱 我回来 你离开 你微笑 我却哭起来 我们那么遥远 张开双臂 想要越过大海 有没有一种爱 放得下一生的等待 我们那么靠近 伸出双手 却只抓住空白 有没有一种爱 能放得下一生的等待 我们那么靠近 伸出双手 却只抓住空白 有没有一种爱 能放得下 我一生的等待 他有没有一种爱 知不知道 你也没救了 你不及时 不及时 有没有一种爱